過去一兩天的時間 我們還是頻密地出招 你看到今天好像有些消息 甚至說可能有機會降準 我這麼說 如果以政策面上去看 我覺得這一刻 我們的一些做法 我就購買的 我覺得既然要出大招 可能減陰花稅 如果有很多自己的措施出台 密集出台的話 至少氣氛可以叫你康復 你看到A股方面 昨天的時間 雖然可能升幅 最後好像都蒸發了 但是也過萬億成交 昨天是一萬一千的成交 今日仍然有一萬零三百億成交 你看到成交量是保持得到的 反而港股這邊 反而成交量好像還是過千億 過千億的大家應該不會覺得市場很暢 只不過在內地方面 可能這一兩天的時間 還有很多措施 可能要密集出台的話 氣氛上我覺得是保持得到的 如果A股仍然可以有一段時間 港股 例如這一兩天的時候 有機會仍然會有些彈幅 因為始終過了幾天的時間 港股又繼續好一點 但是如果回到八月份去計算的話 港股仍然會下跌很多 所以變相之下 有沒有機會再收穫一些 八月份下跌的失地呢 機會存在 所以就看看A股有沒有機會再貼到一個勢 我也有些信心的 如果A股真的可以的話 還會比較好一點的 港股這一邊 有機會也會跟著彈一下這樣 不過剛才我們開啡之前都說了 一萬八千 就算是 總體上都是一些比較大的阻力 今天穿過的 但是也站不穩 看看你說短期內 有沒有機會先站在這個水平 就是一萬八千元 天賦 您们